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失了憶, 比開車沒逼拿 Cherry 原來是法夢 先喝杯熱茶吧 謝謝姐姐 謝謝 你怎麼樣?有事發噩夢嗎? 噩夢見和Cherry剛剛相識的時候 一起被大雨洞追斬 事情就像剛剛發生一樣 Cherry何時才記起以前的事呢? 阿Dee, 你自己也是醫生 你明知道這些是急誤 早就這樣吧, 我就不選小儀科 我選去讀老科 姨姐姐, 你以為呢 像電視劇這樣 我們找一些Cherry最深刻的事 然後歷史重演再做一次 會不會刺激Cherry 記起以前的事呢? Cherry最深刻的就是和你一起的事 那你當然經常都和我在一起的 那有什麼事都不記得 那倒是, 我們連催眠也試過 對Cherry也有一點用都沒有 不是, 我盛起來 我最近看了一本醫學雜誌 裡面有一個外國的案件 就是用剛才你說的方法 它真的可以令人恢復記憶 你不妨可以試試 Cherry, 這幾天我和你去過這麼多地方 你有沒有記起一些東西? 對不起, 我沒什麼印象 那這個停車場呢?我們經常來的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我覺得…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有點風, 想快點下去拿車 沒關係, 武器在後頭 我呢? 女兒 沒有錢還 女兒我們還要斬 別說我不避免 發生什麼事? 你忘了嗎? 你欠大衣龍錢 連額也不能還 被人追斬 兄弟, 動他 吹 是 你幹什麼? 你幹嘛撲我過來? 我也不想撲過來 我們被英雄一腳踢過來 你看她那邊, 還打鬥 女兒, 要命… 為什麼你會知道我的名字? 你不認識我, 你認得他吧 我呀 不見? 阿智大師兄, 你怎麼會在這裡? 是嗎? 你別問我們, 你問他 我想歷史重演 可以幫助你思考那天 你被大衣龍追債的事 這麼好玩嗎? 他們一個一個受到重傷了 這樣可以令你恢復記憶 少許苦楚不要緊 下次吧 只要我的計劃再想得周密一點就行了 什麼? 還有下次 阿智大師兄 阿智大師兄 你無緣無故又帶他這塊東西回來 你不怕他又像他木莊般來練拳嗎? 這個Hokalinka是我和Therry一起買的 對我們來說是有很深刻的意義的 所以你就叫我們拿這塊東西過來這裡 令英雄勾起跟你以前的貼物回憶? 你說把這個Hokalinka 放在Therry的房間好不好呢? 讓他日夜對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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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可能會讓他記起這些東西 好嗎? 我如果覺得收く的話 我我會守住 我會守住 我會守住 你為何會守住 你為何會守住 你會守住 你會守住 Sherry Sherry不要 不要再打,Sherry 對不起,我沒有心意 這支鐵打咒師叔說是先天八卦門 獨門秘方養製的 只要查幾個時辰就馬上幫你去瘀瘀腫 不錯,不過這邊就沒事了 現在好像那個痛轉移到這邊 是嗎?我幫你按一下 謝謝… 是不是好一點? 爽,爽 看你敢不敢搏大帽 再痛苦你自己刺飽吧 Joy Ellebette 又壞了嗎? 你已經盡力了 你看,弄得自己七爐八傷,算了吧 不行,她是我老婆 她肚子裡的那個是我寶寶 我怎麼可以這樣放棄呢? 我看見你現在這樣,我很心痛 放心吧,大姐姐,我沒事的 我這些痛算什麼 比起那次她咬到手流血那種痛 更厲害了 你放棄了 你…你咬吧 如果可以令阿森舒服一點 你咬大力一點 你流血了 小事而已 是呀,你猜我將她重演一次 這樣會不會有用呢? 阿Dee,Cherry給你的鐵打酒 查了之後怎麼樣? 有用嗎?比之前還壞了 Cherry拿了藥酒給我捉 難道我不讓他捉嗎? 又說他師叔那些什麼獨門浸制的藥酒 也不知道有什麼成分 查到屏股也不知道會不會生的 是呀,她那個師叔神神伯伯 教出來的徒弟一個二個都傻了 難怪Cherry現在失憶了 這次真不知道會不會被她師叔累死 是呀 齊章,你好了 你不想查那些鐵打酒就不要查 你用不著鬼鬼祟祟在背後侮辱我師叔 我有那句說的,你咬我吃嗎? 神經病,幹嘛要咬你? 那你生氣嘛,你一生氣就喜歡咬我 來吧,咬呀,咬呀,咬呀 你記得嗎?有一天晚上你在我家 我們整家人在說你壞話的 記得嗎? 希望大家體諒一下 他自己也不想… 譬如一些精神病的病人 他們不會知道自己有精神病的 原來你說我有精神病 不是,我不是說你 你不用說,我剛才聽得很清楚 齊章你這個壞人 搞大了我的肚子,還在那邊前後 吃吧,不是 我這麼辛苦替你抬著那邊 你還說我神經病? 我記得 你怎麼記得?你記不記得 你那晚去咬我的時候 你有多麼感動 我記得,你說我有精神病的 你最終於放在背後說完壞話 你真是壞人 好人忘記了,還記得那些壞話 對不起,是我不對 我不應該侮辱你師叔 我不應該說你有精神病 是我不對 算了,英雄 雖然聽起來有點耐熱 但伯父也是想幫你恢復記憶 那些事我可以算數 這些事我不可以算數了 夠了,英雄,夠肥夠醜 你還帶這些東西 要我多吃一點,要我胖一點 要我醜一點 Chirley,我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不想吃的話 我幫你吃光 我答應過我要陪著你肥 陪著你醜 不只我大丈夫,我說了就做一道 你胖多少,我又胖了雙倍,你看 畢哥,畢哥,畢哥 你會受傷的 師父… 師父,這樣怎麼辦? 畢哥,畢哥,畢哥 畢哥,我來 情依滅滅,掌握 你們沒事吧? 你知道嗎? 這幾天海我多痛苦 阿爹 算了吧 我知道無論說話 你也不會再記起我們以前的事 阿爹 我記得回到以前的事了 真的?你說真的嗎? 那就好了,我們一家三口可以團聚了 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謝謝 你怎麼回家 救我 這隻手指有齊家、國家和全心所有人的資料嗎 不只,還有你以前替我做臥底拍的短片 你真的給我這隻手指嗎? 我沒有給你的 很明顯這隻手指是你不小心 不知道在哪裡撿到的 謝謝你,南Sir 其實我也知道不是很合規矩 總之我很感激你 其實這隻手指不是什麼秘密 只不過是你一時失憶,忘記了 不過話說回來 你覺得恢復記憶這條計劃的嗎? 我不知道 但這幾天我看著Andy為我做那麼多事 說不感動也假的 雖然現在我對他一點感覺都沒有 但我不想大家為了我失憶 再受那麼多痛苦 那你覺得OK就行了,祝你好運 謝謝Sir 我們是一家人,你以後上來吃飯 不用特地帶水果,知道嗎? 對,師叔教的,熟還熟,但也要有禮貌 難道我只是帶兩蔬椒過來? 很沒禮貌 想到西門掌門的門規也挺嚴重的 對了,Cherry,聽了怎麼樣? 你還記得以前所有的東西嗎? 對…就是你這樣 我就知道Dr.Gard 你是Andy的大姐夫 對嗎? 對 真的嗎? 對 哥哥,你是外科勝手 在宮立醫院做了36年 兩個月前正式退休 十三年前參加過一個 全港聖誕燈飾攝影比賽 還獲得了優異獎 不…看來Cherry不僅好 你的見證比電腦還好 你不說我還記得 爸爸去攝影比賽獲得了獎 但為甚麼姐夫少爺比賽獲得了獎 你也知道嗎? 你告訴我吧 你不告訴我,我怎麼知道呢 是不是?大姐哥 是呀… Dee,你看你的見證 比Cherry還差 Cherry姐姐,你記不記得我是誰嗎? 當然記得,你是輝輝 你旁邊的那個就是你男朋友 說笑找別的樣子,Cherry姐姐 你是不是連我表哥Kevin也不認得吧? 我當然認得了,我不說,怎麼笑呢? 你是表哥Kevin嘛,是不是? 是呀 輝輝的表哥叫湯家賢 英文名叫Calvin 你是表哥Calvin嘛 你是Calvin 湯家賢,今年二十歲 你是Dr.Anita的乖乖兒子 你在大學讀醫,第二年級學生 你還很喜歡打跆拳 還在表學校比賽 今年跟阿輝的化妝活動… 怎麼樣?少爺 文功課嗎? 好…你說吧… 那我呢… 那我呢…記不記得我今年讀方記 以及我最喜歡的課學活動 甚麼呢? 英雄,你先等一會兒 你看看,我現在在搜尋檔案子 是… 輝輝在大學讀醫,第一次畢業 現在在醫院苦參科實習 人人都稱讚你,又聰明又漂亮 那我真是挺聰明,這麼年輕 已經不宰而… 琪琪呢,你讀書成績就一般了 剛剛讀完中四,那真是挺差的 我讀到中四? 我不是坐得很緊要嗎? 也不是 這裡有點髒,不如進去廁所 洗一洗臉好嗎?我…我扶你進去 不要,小心 怎麼搞的? 怎麼會? 是呀,自私撒亂了 已經撒亂了 她撒亂了 撒亂了 怎麼Cherry會把輝輝和琪琪的東西 撒亂了? 我看過一個報告 她說如果剛剛恢復記憶的人 可能有時候會把時空、資料的東西 真的會弄得亂了 Cherry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就像那些電腦一樣 重新搏過機之後 裡面的檔案都亂了 怎麼可以幫Cherry撥好那個腦子呢? 我想只要給他一點時間 讓他自己收拾好的檔案 對不起,我也不知道會弄亂了兩個檔案 最壞的是兒子,打回來問功課 算了,昨晚總算是過了骨 他們應該沒有懷疑我是假的 你打算一直這樣扮下去嗎? 老實說,我要上班要臭兒子 我逼不了你多少次 我知道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所以我要用最大的努力 去重溫我和他最深刻的往事 希望可以找回我們的記憶和感覺 英雄,你怎麼樣?你一會兒不得死撐 但真的想不到這件衣服這麼重又悶 我一定很愛這個Andy才會這麼辛苦 不管怎樣,待會兒你有什麼不舒服 千萬不要死定 阿靖,要跟著臉上的寶寶 知道,為了要找回一點記憶和感覺 一點辛苦也無所謂 醫生出人,可以進廠了 進去 怎麼樣? 阿靖 阿靖 在電歌, 會失去多我 平常不妙, 負責 他的 econom衣意 寫多大了, 年輕小望 所以不妙, 非 hayır ため二 你怎麼會變成殘腿? 不要 你怎麼還在做甚麼? 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Cherry? 怎麼樣?還有沒有頭暈? 沒有了, 康復很多了 幸好現在照顧你和我寶寶也沒事 沒事吧?你也是, 為何無緣無故戴著肚子 裝成怪獸也有? 我打算給你一點驚喜吧 怕就有了, 起就沒甚麼 Cherry, 你是不是還未恢復記憶? 你怎麼知道? 你昨天吃的那頓飯, 猜到怪怪的 我也猜到了 那我不想大家為了我失憶的事 又令我受傷又不開心 媽媽, 其實你知道嗎? 剛才我穿怪獸衣服的時候 而且看見你穿這身超人 我真的會記起一點點東西 我打算再跟你過幾個招式 就可以再記起一點點 刺激起來, 希望可以想起我們的感覺 但是始終都記不上那些東西 Cherry, 算了 以前的東西記不上, 任由它 你的意思是… 記不上就算了 不要弄自己這麼辛苦 反正我們還有將來的日子 將來的日子? 既然命運可以令我和你相愛 無論我們發生什麼事 我總會相信有一天 命運也可以把我和你拉回一起 但是如果真的不行呢? 即使不能夠變回以前的 有件事一定不會改變 就是你肚子裡有寶寶 無論如何, 我也是寶寶的爸爸 你是寶寶的媽媽 我只要能見到你和寶寶開開心心地生活 我已經很足夠了 Andy, 你對我真的好 你對我豈不是更好 你明明不記得以前的事 你都願意這麼做 不用怕, 我們有大量的時間 豈不是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好, 你好 好, 你好 Andy, 我只有失憶, 你應該沒有 我是沒有, 甚麼事? 為甚麼我上次借一百元 你到現在還沒還呢? 那一百元是放在我的人包上 又不是放在我的腦子上 我忘記有多有趣 Andy 這是食物的家博目 餐廳也會 attained 要 reactive 讓你分享出去 對 荒舌 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